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能发动二战,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英法对德国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 如果没有英法的纵容,德国未必会一步步做大,最终挑起了世界大战 实际上,英法之所以采取绥靖政策,主要原因就是希特勒上台后,英法对德国充满了恐惧 那么希特勒上台后到底干了啥,英法为何会害怕? 1933年1月,希特勒当选德国内阁总理,掌握了德国的军政大权 希特勒上台后,很快进行了大刀霍斧的改革 希特勒首先对经济领域进行改革,重点是解决德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 1933年初,德国的失业率高达34%,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 在德国6600万的总人口之中,有2500多万人面临吃不上饭的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希特勒采取了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 希特勒一方面号召人民参加劳动,大肆修建公共工程 但不给工欠,以工代赠,以此来解决劳动力过剩和国民吃不上饭的问题 另一方面,希特勒大搞国家垄断,把大量的民间和社会资本聚拢起来 顺便把犹太人的资产也给没收了,这样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和财富 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德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德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20%以上,很快德国就夺回欧洲第一经济和工业强国的宝座 此外,希特勒依托飞速发展的工业和经济,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 这才是英法最害怕的 一战后,德国的军事遭到了协约国的严重限制 德国不仅被迫解散了庞大的国防军 而且军备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德国只能保留10万国防军和1.5万人的海军 飞机和大吨位舰艇不让发展 坦克也不允许拥有 连机枪和步枪的数量都遭到了严重的限制 但希特勒上台后,根本不管这一套 不仅大力发展军备,而且实行义务兵抑制 是零青年通过体检后都得接受训练 为了发展军备,德国疯狂追加投入 1938年德国的军费开支高达69亿帝国马克 占到GDP的17%,而英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美国更是只有1% 1933年到1939年9月,德国军费开支高达240亿美元,比英法美加起来都多 同时,德国的工业和资源也疯狂向军事领域倾斜 1933年至1939年,德国军火生产增长11.5倍 强大的军事投入自然使得德国军力暴涨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德国的空军力量就超过了英国 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 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希特勒的腰杆越来越硬 他不仅收回了萨尔地区,派兵占领了莱因菲军市区 而且拒绝偿还凡尔赛合约的战争赔款 并摆出了一副要和英法一决雌雄的架势 搞得英法紧张不已 英法在一战中被德国打怕了 生怕德国再次挑起世界大战 所以才姑息养奸,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 让德国一步步做大 就这样,德国人撕毁了凡尔赛条约 重返世界大国行列 1938年3月 德国吞并奥地利 随后又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纳入了德国版图 1939年 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野心和实力因此急剧膨胀 这让英法一时到了危险 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日益膨胀的野心 让英法寝食难安 这也是英法害怕德国的真正原因 1939年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 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试图安抚德国的最后希望破灭 战争因此不可避免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